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五安好 今天很開心 看到這麼多位朋友都在這裡 聽這個講座 外面天氣很熱 進來也好 休息一下 涼涼地 還有今天 星期日的下午 真的很難得 我覺得大家都很有心來聽這個講座 因為我們很多自己的朋友 都說上來 要不就去了清明 下班擺山 或者出了埠 或者在做其他事情 所以大家來到都很希望大家 一起聊聊天 分享一下我們做的工作 分享香港有什麼變化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就是 胡蝶泡影 胡蝶泡影到底是什麼呢 我待會再講一講 不過首先放一段短片給大家看 大家先安慰一下 這段短片講什麼呢 其實是說我們的會 在這麼多年裡 一直發展做什麼 因為我們環保協助會 最初成立97年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計劃 要去做幾多個環保中心 做什麼項目 而是發表一些文章 但是漸漸 我們現在發展到 有四個教育中心 有一個中環 在天星碼頭的龍虛 為什麼會慢慢成長 那麼多東西出來 其實都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是隨著香港 很多個醒覺出來的 我首先播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看 其實你可以從中都看到 其實我們香港最初 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應該跟人說環保 基本沒有什麼人覺得 有需要環保 但是為什麼現在 我們會注重這麼多東西出來 大家可以透過這段影片 看看我們是開始 亦都跟著這個 香港人的需要 亦都對環境的需要 而發展了很多的項目 和保育出來 我 Telling Yosem 神國聰明 是希望陽雅 我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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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工一祖羅 我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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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良傳統 天地万物 尋住自己的系统和自己的功能 周而伏此 生生不息 道德经又说万物作而不辞 圣经又说人要好好管理世界 也有人说要積福 到底人和大自然如何和谐相处 还是想着用科技来控制大自然呢 大家好 我是邑荣光 今天很开心和大家分享一些环保的心得 在临村的香港环境教育基地 这里你可以看到风水林并不是一种迷信 而是防止向冷的北风和防止山泥倾射的一种聪明的传统智慧 一种环境的规划 村前面的小池塘不单只提供了鱼类给村民做食物 更加是一个污水的处理厂 更是一个污水的处理厂 包括不用冷气 我们会铺鱼类在夏天的时候睡觉 就很凉快很容易睡觉 又或者冲一个冻水凉 然后就上床 另外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我们会跟着天气的变化 跟着季节的变化 来吃一些适当、适时的食物 这个就是所谓不时不食 这些就是鸡子藤 我们室内做茶果可以清热解熟 可以做小蚊子很喜欢吃的 都有的,例如用搅拌机来搅拌 然后就可以做精熟 一家大小也喜欢吃的 可以清热解毒和消炎 那些炕又可以用冲水来喝的 也挺好的 这些鸡子朋友有这样的功效 风水林由于得到村民的保护 也都成为了生态的乐园 凤原蝴蝶保育区 就是建立在凤原村的风水林 和山谷里面 这里有超过二百种的蝴蝶 每年有超过一万人 来到这里学习蝴蝶和生态 更加一起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这些鸡的鸡的鸡 是小鸡的鸡 是小鸡的鸡 可以吃了就留起来 非常脆 而且刚才你看到的一片片 就是我们看到的海绵 海绵的白果 对 你别再看一笑 海绵这个样子 原来六亿年前早已就是这样 一、二、三 非常好 地球有活動 活動的過程會將鹽隻移動 這邊抬高了 你想像一下, 這邊原本是水平 當它抬高了的時候 慢慢經過風化 就會將比較舊的鹽層暴露出來 會看到一層層的構造 有鞋子 好像很漂亮 好, 鑼鑼和叔叔都蓋好了 鑼鑼就馬上來 金叔會拿魚鑊上來 雞毛魚 好可愛 怎麼搞的 它是藍色的 我們參觀這些 以前人家生活的環境 其實我們看到用具 知道它以前的形象很環保 環保法 會在附近 在自然環境拿到的材料 我們做了一些用具之後 當它爛了 不能用 其實它在泥土裡 可以分解 可以成為鑼骨 會污染到環境 我們現在 我們來到大埔山門仔的地質教育中心 這裡的漁民正在幫忙一些地質的導賞和教育活動 漁民靠海來生活 所以它很懂得利用資源 重用又再重用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代一代的鋁冠和膠樽 它們都用尼龍網包起來 來拿去回收再用 這些是有用的資源 不是垃圾 不是垃圾 由於市民都很容易地響應回收 將膠樽拿到這裡 我們收到的膠樽比預期的多成兩倍 膠樽收到可以做甚麼呢 可以做成一些很漂亮的蜂褲 靈胎 甚至乎一些玩具 在2007年 我們發起每個人節省能源 減排一噸二氧化碳的 噸噸愛地球運動 提供超過一千個工作坊 更加有近十萬人參加 其中的落活大埔計劃 更加延展去到張君澳 黃大仙 九龍 北區 和葵青區 環境保護 其實就是保護著我們自己居住的生活環境 我們每個人不是一定要做一件光光烈烈的大事 而只是盡我們自己的責任 由一件細微的事開始來做 有人問我 蝴蝶究竟有甚麼價值呢 蝴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它不會污染大自然 而人類 我們要濫用能源 濫用我們的資源 搞到天氣易變 溫沙效應 跟著就會有極寒極熱的天氣 也都引起氾濫 如果大自然問人類有甚麼價值 你又會怎樣回答呢 多謝大家 綽蝶 不錯了 如果大自然問我們人類有甚麼價值 如果跟蝴蝶比较,如何比 因為這個問題 經常有人問我 搞那麼多的蝴蝶製作為甚麼 買一隻蝴蝶值多少錢 很多時候都用錢來衡量 但是蝴蝶本身是大賤的一部分 每一次我播這段影片 我都很感激那位朋友 跟我拍這段影片 因為有些人看了之後 你花了多少錢來拍這段影片 可以告訴大家是零的 因為這是一位義工幫我拍的 拍得非常之好 今天也不僅僅 今天也介紹一下梁安琪小姐 Angelo 跟大家打個招呼 梁安琪小姐 很著名的DJ 她今天也帶同事 也跟我們錄影了 放在網上可以給更多人看 很多今天不是香港的 或者來不到的都可以繼續在網上看 好了,我今天就進入正題 講這個蝴蝶效應 首先介紹一下 我是誰 在英國 這個就是我年輕一點的我 不是我弟弟 這個時候做什麼呢? 發電廠 就是負責發電廠的工作 接著在英國就設計和建發電廠 發電廠發電 很偉大的都 因為我們半夜三間都要上班 發電給醫院 那些人有需要可以有電容 但是做著做著發覺 為何會越來越建造這麼多發電廠 把煤、油燒 全都燒在二氧化碳上天 那時候就開始說 溫砂效應 天氣異變 那時候還未見到的情況 雖然我們已經開始注意到 後來我們就開始 愈來愈做多些的環保工作 可能都是補償以前 做這麼多二氧化碳上天 除了自己工作之外 工程或者顧問方面 都在政府的一些公職對面幫忙 譬如城市規格委員會 環基斯春委員會等等 所以有機會見到 香港的發展和改變之中 很多事情都在不同的層面 例如我們普通大眾市民 或者政府都要考慮下去 剛才那些做了六年 就落莊政府的規定 現在來說 我也是繼續在環保協會這裏做事 亦都是多些關注 可持續發展 和魚農業的發展 都是一些委員會裏幫忙 好了 那香港究竟經歷了一些 什麼大的醒覺呢 我經常都說 其實如果大家想遠一點的時候 剛才我一開始說 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沒有人想什麼叫環境保護 我們繼續發展 不需要想 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漸漸很多事情浮現了之後 就開始有人去做一些功夫 當然不只是我們 是很多不同的團體 很多有關心的人士都去做事 而慢慢一步一步 帶來了很多的變化 我們說的這個叫做蝴蝶效應 有沒有人可以說我聽什麼叫蝴蝶效應 我早前在電台做了一個節目 有說到蝴蝶效應 我播一播給大家聽聽 這是所謂電台的Jingle 什麼是蝴蝶效應的 有一隻蝴蝶在炎大雨林 拍一下磁旁 跟上其他的氣流 幾個星期後 就形成出在地球上的四季風 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以帶來很大的變化 這個就是蝴蝶效應 優榮光博士與你蝴蝶效應 好了蝴蝶效應就是 可能是一件很細微的事 一個蝴蝶拍一個翅膀 風尾弱到我們感覺都感覺不到 但是當很多蝴蝶一起拍到翅膀的時候 慢慢地形成一個風 一個四季風 可能是環繞著地球 這個就是說 我們做的事 可能是一個很細微的事 但是當很多人一起去做的時候 就可以形成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個就是蝴蝶效應 這個蝴蝶效應 或者我們關注的醒覺 我粗略地在這裡說了幾樣 一個就是對於空氣的污染 以前我們看過去 九龍看過去香港島 很清晰的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 開始越來越蒙 為什麼經常都看得這麼蒙 在對面海這樣 開始就發現原來空氣污染了 原來潔淨的空氣 不是必然的 慢慢你要做很多的功夫 投放很多資源 來改善空氣 例如沙士的時候 觸發了一個全新的市民的反應 以前的人很喜歡 就去 譬如現在放假去商場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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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但是 沙士期間 個個都走去郊外 當時我們去東平洲 發覺一天 有成五十條船去東平洲 一萬五千人 整個東平洲的島都滿了人 其實好像商場一樣的壁 還有對食物的安全 溫室效應 土地 廢物的處理 地質 甚至乎連吉 我們都有一個 胡蝶系統出來 我慢慢說到下面 剛才那段影片 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有四個教育中心 一個是生態的回碟保護區 講地質的大副地質教育中心 我們很厲害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現在竟然是全世界裡 一百二十個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其中一個 所以都很值得我們驕傲 還有一個掃膠的回收地方 在臨村許願樹廣場 講傳統智慧的一個活館 中環有個農墟 每個星期日 都有一個給本地農夫去賣的地方 我們國會本身正如同樣說 最初只是在報紙發出這些文章 但做一下做一下就不確定 做了很多不同的運動出來 亦都出版了大約三十幾本的書 這些書大家可以在圖書館借得到 包括生態、地質、不同範疇、生活態度 都會有的 講到蝴蝶效應感受 首先我們去鳳苑蝶堡區 這幅圈圖是2004年掛的 到現在十三年了 所以都頗為殘舊 這就是當時在鳳苑 很多外國人喜歡來鳳苑 來到香港 不是去購物 一來到就去了鳳苑 磚車去做甚麼? 捉蝴蝶 你看到我們這幅圈 用中英文甚至日文都寫了 叫人們不在這裡捉蝴蝶 開始我們要保養本港的生態 是我們的重要資源 為甚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原來香港很多重要的生態地方 不一定是政府的土地 如果政府土地就很簡單 政府就找漁戶處去保護它 找人去巡查它 但以私人土地來說 政府又不可以進去做事 因為是私人土地 譬如你家裡 生了棵棋花二草出來 就要保護它 但又是你家裡 政府又不可以進去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這當時就出了很多爭拗出來 私人土地的業主又很不喜歡 為甚麼你把我的土地 做了保育區 我又不可以做其他事 但是政府又不可以去保育 結果濕地可能變了乾地 那些生態 一直的生態都越來越差 那當時很多不同的群體都有意見 例如保育基金是一個適當的做法 那當時鄉議局 和十幾個環保團體 我們都拉在一起 出了一個聯合聲明 就要求政府做一個保育基金 來做好這些事 將那些私人土地 能夠給政府 或者環保組織去保育 那這個呢 就說了 這個是2005年的 2006年 可惜說了11年 政府都不肯去做 不過今年的施政報告 2017年的施政報告 梁特首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就是說 在他施政報告裏面 就說要設立一個自然保育基金 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對於我們和這十幾個綠色組織來說 都是非常之開心 而且我們都繼續去跟進這件事 在這件事發生同時 當時的廖壽東局長 都說要自然保育政策 就去鄉議局 跟他交代的時候 我還很記得 我也是一個執委之一 當日有20個人發現 頭那十九個都是起身罵 廖壽東的 你不要搞我的土地 保育什麼 那我第二十個發言 那我就說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如果做一個保育基金 或者是用一個保育政策 讓他們可以多些做工作 其實都是一個方向 起碼做了第一步 我說完就被簡炳池罵我 不過不要緊 他罵完之後 他就說跟我一起 他說你這麼喜歡蝴蝶 我這麼喜歡馬 不如來找地 我養馬 你養蝴蝶一起跑 所以大家的事情都可以聊 所以當時我很支持 用一個保育的方法 來把私人土地租掉 所以這也是一個出路 鳳縣蝴蝶保育區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立 就是說我們成為第一個 私人生態保育區 保育我們這麼漂亮的蝴蝶 全香港有大約240種蝴蝶 而鳳縣這個地方 有差不多200種 就是說香港八成的蝴蝶 你都可以在那裡見得到 所以是一個 正正式式的 香港的蝴蝶天堂 我們這裡有一群同事 和一群熱心的義工 都一起來到保育這個地方 這就是鳳縣蝴蝶保育區 我們雖然面對一些不同的挑戰 我們的地方大約在這裡 在樹林裡 附近也有一些新的樓 但是我們的保育 我們的功夫 雖然蝴蝶 建築期間跌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都回復了 這是一個新的突破 在當時 2005、2006年 是將私人有好特殊科學的土地 所謂SSSI 形成一個三方面的合作 就是環保組織去管理它 而業主就合作 肯租特地出來給你 而政府提供一些資源 讓你多做一些 做好一些 大家可能說 業主很容易 租到土地 他有錢收 其實他不一定要租給你的 他租一塊田給你 可能幾百元一年 一年 他可能喝幾頓茶喝了 他寧願你不要來搞我的事 你也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要跟他們得到信任 以及村長、村代表的合作 才可以做得到這件工作 所以這就變成了一個新的政策 就叫做新自然保育政策 所以在環保組織來說 我們都比較少去抗議、訓家 但是我們很喜歡用這個對話的形式 或者真正落實 當是視點去做 做了之後就讓政府看 我們可以做得到 有些時候真的可以影響到政府的決策 所以這個新自然保育政策 就是鳳園、蝴蝶保育區 一個很重要的 在香港的環保里程碑 隨著這個之後 蝴蝶效應出來了 鳳園和朗園 都是大約時間出現的 都是用這個新自然保育政策的模式去做 就是他們有一個資助去做好這件事 然後米埔大約兩年前開始 最近也多了一個荔枝窩 這個荔枝窩也是最近一個很熱的熱點 在說如何活化的地方 都是用這個新自然保育政策出來 所以看到 雖然過了差不多10年的時間 慢慢這個勢都開始形成 另外一個特別的發現 就是現在很多人喜歡去日本旅行 我們發覺有些蝴蝶在日本來香港旅行 它從日本飛到香港 飛了2500公里 這個我經常跟同事和義工說 一隻蝴蝶在日本飛到香港 你能夠捉到它的機會 真是微乎其微 這麼小隻 但也有這個緣份 讓我們預見它 和真的捉到它 這個路線是一個全新的科學發現 從來都沒有人知道 蝴蝶可以由日本飛到香港 日本和台灣之間 他們已經研究了三十年 知道他們來來往往都有飛 我們捉到蝴蝶之後 甚至乎找到 在日本放蝴蝶的朋友 說他開心得馬上在日本開香檳 然後又飛到香港和我們開會 這個就是我們當日捉到蝴蝶的日子 就是十月三十一日 很容易記的日子 這些就是幾位日本的朋友 有一個就是在蝴蝶上面寫下一個記號的那位朋友 他就非常之開心 然後來香港和我們做了很多的交流 我們也過去跟他聊天 這個就形成了幾個地方的合作 這個蝴蝶效應 就不只是香港開始 我們也做了一個國際的會議 五個地方 香港、日本、台灣 澳門和中國內地 五個地方 我們一起看一看蝴蝶 究竟在哪裡來哪裡去 因為雖然知道他在日本出發 但是中間經過哪裡呢 不知道 我們要知道他的路線 才可以保育他 這個全新的發現 也都開創了一個蝴蝶效應 令到五個地方可以一起合作 當然你心裡有沒有疑問 蝴蝶是不是搭輪 搭飛機來的呢 不好意思問 不要緊可以問的 那麼我們就在美國那邊 其實美國的帝王碟 它飛更加遠 飛三千多公里 但是香港這個做法 即這個飛行路線 我們在第一隻蝴蝶找到之後 過了兩年我們再找到第二隻 所以證實了他們飛的路線 其實是存在的 只不過以前沒有人去看 或者你看到蝴蝶寫了字 你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不管它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訓練很多的 學生、朋友、家庭 去學認蝴蝶 有人懂得認 才有人懂得報告回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一直在做他的工作 好了 剛才說到空氣污染 香港以前對空氣污染 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自從我們發覺 這個霧蝶越來越嚴重 我記得那時候 每十四天有一天 是有霧蝶的香港 大家都要做多一點的功夫 例如那些汽車 要用一些嚴格一點的規定 所謂那些 含一些收髮流質的柴油 要慢慢減少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訓練 這個跟政府一起做 例如在學校裡面 推行一些環保教育 這些時候 就是做非常多的學生 環保大使訓練 就 簡直是一個系統式的 每一間學校 找一班學生 四十個來訓練 每一間學校都去訓練 希望他們將來 變成一個環保分子 在香港各方面都努力 昨天是對他們賣旗 在香港少年軍 亦都開始了一個叫做藍天行動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也是我昨晚 看一看PowerPoint的時候 找一些舊照片 想回 那時候原來 都做了這個藍天行動 我們和十八個區議會 都是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到藍天 每個人都要做些功夫 亦都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十八區都參與的時候 我們亦都能夠帶出一個訊息 亦都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做一個節能的計劃 這個計劃是怎樣來的呢 最初我說 我們很願意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當時政府說 藍天就是大家用少些電 那怎樣做呢 我可以怎樣幫助市民 政府說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給一些錢 叫一些屋邨 將一些公共地方的燈 換一些省電 那就可以幫到他們 他們肯做 但是又怕 把錢推出出來 那些人不喜歡 不合作又不做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白老鼠 做實驗 我們就拿了少少的資源 就找了十個屋邨 就去跟他們換一些省電燈 以前那些人還在用烏絲膽 那些蛇燈還是很熱的 那我們每一個屋邨 就跟他們換了一些蛇燈 換了一些省電膽 做了成績給他們看 那法國這十個屋邨的委員會 看到 哇 為何省得那麼多呢 那些蛇燈省到90%電 我自己都經驗 哇 省得那麼多 是否真的 自己都要重覆 那些普通的燈 都省得到三四成的電力 很厲害 那些屋邨就個個都說 政府可以幫我們多些 我一定要全部都做 那當時的局長邱騰華 那他就 博取了 下一個決定 就推了一個五億的基金出來 那當時他做這個計劃之後 就當然我們做了所有功夫 那也都去見當時的人 那就介紹那個項目有些什麼好處 那我發覺原來那些業主委員會 每個都拍手覺得是一件好事 那當時就撥了五億出來 就資助一些的 私人大廈的公眾地方 樓梯啊 升降機啊 停車場啊 可以換了一些省電燈 讓他們省得到錢 政府又減排減到花炭 那這五億呢 在五年內都用完了 那我們在說減到多少電呢 因為香港用很多電 但是我們在說 都減到差不多1%的電力 所以說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工作 那這五億用完之後 那黃錦昇局長 我至少見到他都在討論他 喂 可以再拿些錢出來 但是現在呢 中電和港燈兩間電力公司 都有一個資助計劃 那如果你在家裡 或者你住的地方 公眾地方 有些東西都差不多要換 一些升降機啊 升降機啊 那可以跟兩個電力公司申請 他會在節能部分 會幫你付一半 那我無緣無故省很多錢 我家裡 我住的大廈呢 我都在剛剛去年換了電梯 那都省了 他們的資助都差不多20萬 那大家都 省了些少錢也好 那他們都可以做一個資助 那以後會繼續做 那省的地方呢 例如我們燈變成一些LED 現在主要是用LED 就比較省電了 那還有LED的價錢 都跌了很多 以前我們說幾百元一個 那現在幾十元已經有 那個質素都不錯的 那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一些長時間開著的燈 你裝了之後呢 就省得最多 譬如一些停車場 開廿四個小時的 那你裝了之後 就是廿四個小時都省得錢 又或者這些甚至乎出路牌的那些 這些出路牌 那用省電的方法 就是長開的 就省得最多 那我們當時也推了一個 叫噸噸愛地球 就是每個人減一噸氧化碳 因為我們一個人 每年排放六點二噸氧化碳 那麼減一噸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那就是當時的環境局的 環境處的處長 和一大眾的議員 那這位易志明先生 現在做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支持這些行動 那麼我們在大埔做一個開始 那麼一直做到去北區 黃大仙、九龍、將軍澳 那麼有些工作我們自己做的 大埔、北區和葵青我們自己做 黃大仙、九龍、將軍澳 就是我們成份的建議書 給其他的組織去做 因為我們做了那麼多 大家一起去做 那麼我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蝴蝶效應 我們開始 其他一起去做的時候 就可以將這件事做得更加好 所以這個我們說的都是一個蝴蝶效應 就是這個節能的一個 momentum 是一直承接了下去的 全香港十八區裏面有六區都做了 而參加人數有十萬人那麼多 百多個團體 還有有三百個環保工作坊 那麼這個信息是落到很深 還有我們也有一個網站 令到一些人可以在那裏上去登記 那麼做到現在 我們開始就比較少做這個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兩間電力公司 自己開始搞一些節能的活動 那麼他們更加容易拿到一些資訊 因為我們每個人用多少電 他們自己都知道了 那麼如果大家有登記到他們的網頁 那麼他們每個月收到電費單 他們會告訴你 噢 你的用電屬於大用量 小用量還是中間 那甚至乎他又給你一些積分 你可以換東西 所以現在的波就交給他們 那麼這個蝴蝶效應 就已經發放到兩間電力公司 那麼我們就比較 省一點時間做其他工夫了 那麼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在中環有一個叫做農墟 這個在我們成立的時候 2006年就是香港第一個 所謂的永遠 永續生活的廣場和農墟 就是我們擺一個地方 給新界的農夫自己擺攤 他們直接賣給顧客 他們聊天 教他們怎樣煮 這個什麼瓜 這麼特別的樣子 還沒見過 他們告訴他們 是怎樣燜燉 好吃的 也都是有機的 這個就是我們和加特利農場合作 當時是香港第一個 這樣的形式的農墟 那麼這裡有什麼效應出來呢 我們做的時候 都是一味覺得 我們要多一些好的食物安全 這樣去做 但是做一下 原來發現很多電話打來 我們那個區都想做 我們荃灣區也想做 北角區也想做 灣仔區也想做 你們怎樣做 那麼我們就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這個方法 那麼我發覺這個效應 就慢慢出來了 區區都有一些農墟的成立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區 都有一些農墟在做 那麼不僅如此 那麼就有一次 我們有朋友去台灣 那麼大家都很多人喜歡 崇尚台灣的食物 覺得它又環保又有機 那麼台灣有一個農莊 很出名的農墟 那麼有朋友去到 經常跟他聊天 交流一下 他們說 你們的農墟都搞得很好 那麼在台灣又這麼出名 你們的想法是怎樣醞釀出來的呢 那麼那個原主呢 就跟我們的朋友說 他說 這樣的是很容易 有一次我就去香港 經過天性碼頭 那麼就看到這個農墟 那麼我們就照做了 所以這個效應 其實我們是互相學習 我們完全不介意大家 去互相學習 他們有很多好的事 我們可以做 但是他們看到我們的事 是對的 那麼他們就可以去做 所以這個效應 我們覺得就是 經常都是我們 很多時候放膽去做一些試點 未必一定成功 但是做出來 可能其他人都會獲得到利益 那麼我們跳一跳去到 看土地的利益 或者這個廢物的問題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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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幅相呢 這裡本來是一個內海來的 那麼慢慢這個內海 慢慢被人封了 又不是做水塘 那麼慢慢把它堆上去 堆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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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著堆著堆著 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這張照片 那麼這裡是哪裡來的呢 有沒有人猜到這裡 這裡以前的海鮮 其實都要出名的 聽說 不過現在沒有了 整個海都沒有了 這裡就是 東軍澳堆田區 那麼我們呢 原來是犧牲了很多的土地 來到去堆放 我們人類製造的垃圾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 一個海本來 就現在變成一個 很大的堆田區 這個就是一個堆田區的延房 香港的垃圾其實不斷地增加 最近才有一點點的回落 我們這張照片都是以前做的 這個垃圾區 這個小朋友在這裡收拾一些垃圾 每一天收拾到大約一元美金 那就足夠他食用了 就對了 我昨天也聽到新聞 在這個 土耳其尼文加拉 一個垃圾堆倒塌了 扎死了很多人 因為那些人 基本上住在垃圾堆裡面 去收拾那些垃圾為生 那麼香港就 真的很幸福 我們扔掉那些垃圾之後 就拜拜不見了 那麼堆田區 也不容許人收拾垃圾 但是這一幅 我記得做的時候 應該是2008年左右 那時候已經說了 我們去到2016年 要多八百六十公頃的地方 來去堆垃圾 但是堆田區沒有人喜歡 垃圾都是這麼多 我和你製造的 堆田區堆滿了 現在將軍澳堆田區太臭了 那些人建的樓又建在旁邊了 堆田區將軍澳 就不再收家居垃圾 只是收建築廢料 即是說以前拿去將軍澳的垃圾 去哪裏呢 就去了香港唯一 另外兩個堆田區 一個屯門 一個在北區 那麼這兩個牆都在說回門 那那些垃圾怎麼辦呢 那些垃圾 所以這個其實 個個都需要處理 那麼叫他幫忙 那這個我們在2000年做的 收了一些衣服 收了一些鞋子 就當作一個收集舊衣 大家那些人不要的 就拿去回收 做一些有用的事 當時我們做這個行動2000年 收了大約半年之後 報紙有些消息說我們 說你們收了別人的衣服 人家不要你拿去牟利 不對啊 人家不要的你拿去 可能買到錢去第三世界國家 到今天還有沒有人說的話 沒有啊 就是在心態上 其實香港人都一直有變化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我不要的你拿去 給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都沒有收到什麼錢 反而是中間那個 可能運輸那裡 他會有些錢收到的 但是把你的垃圾處理了 都會被人罵 到今天就不同了 人的心變了 覺得我不要的 你最好和我處理了它 變成有用的東西更加好 所以看到這個效應 就是我們其實香港人 都不斷進步 想的方向都在變化 那麼這個收舊衣舊鞋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很正常的東西 很多屋邨都放一個箱子 在那裡被人收了 那麼衣服有人要 報紙有人要 女罐有人要 有些東西沒有人要的 對了 沒錯 膠樽沒有人要的 特別是一些石油價格跌的時候 那些膠越來越不值錢 那麼很多人都不要 你收了 譬如這裡這麼大堆都是膠 一去秤的時候 都只有一百幾十磅 即是很輕 只是運輸 找一輛車都不少錢 所以沒有商人願意去收膠 所以政府和我們都搞一些項目 就是用一些回收地方 剛才有一段影片也有說到 專門是收膠 即是其他人不收的東西 膠樽、玻璃樽、電器都會收 黃局長他上班 第一個星期就很勤力了 就已經來到我們的店 看看我們做了些什麼 以及如何去收一些膠樽 譬如這些膠袋 以前全部都放在堆田區 現在都是有去路 是有人需要用的 亦都有人做一些有用的東西 做些什麼呢 做一些膠粒 切掉它 然後出口 當作是一些原材料 所以這些就是收到的膠樽之後 就打紮 紮到一塊一塊 每一塊差不多三百磅重 很重 然後就混去下油 把它洗乾淨 然後就變成一些膠粒出口 有很多人時不時聽到一些新聞說 收到的膠樽都是扔在一起 當作垃圾扔去 令人很多失望 很多人一直都支持環保回收 但聽到一些新聞 我以後都不收 收了你還是扔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完全不是的 有時候真的會發生 就是因為那些膠樽被人弄髒了 我們試過有一次 在這裡壓縮一個膠的磚的時候 壓到差不多一刻 突然一聲打開看看 裡面全部都是咖哩汁 因為有人把一盒的咖哩汁 放在膠樽裡 我們同時檢查的時候 檢查不到 那麼壓爛就弄到全部都髒了 基本上整個磚都不要了 因為你拿回去給人洗乾淨的時候 要用很多的精力和時間和錢 基本上那些回收箱就不要了 所以有時候會是污染了 它真的會被人扔掉 但基本上如果別人浪費錢 去收你的膠樽的時候 一定有價值 不然怎麼會去收 所以這些都是不同的方法 還有我們也試過引入一些回收器 好像汽水機一樣 汽水機就入錢就出汽水 我們這步就調轉了 你喝完一杯汽水或者飲品 就把瓶倒乾淨 就把瓶倒進洞裡 有些機器就會出一張小紙 可能會有些誘因、草薰等 這個機器 我記得今年在網上 Facebook也沒有那麼全 很多人都稱讚 外國很先進 其實這部機器我們已經 十年前拿來香港市 不過可惜一路都沒有太多人用 不然我們擺很多商場 都很受歡迎這部機器 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長洲 我們以往的一個教育中心 我們在那裡收膠樽 收了一個星期 就變成這樣了 我去到的時候很害怕 因為我們運走這些膠樽 原來遇到很大的阻礙 原來用船去運走 長洲很貴 這裡我們都立即停了 因為怕一天著火怎麼辦 或者老鼠躲在裡面怎麼辦 所以這也是一個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製造了多少多少的垃圾 旁邊的玻璃瓶 全部都是玻璃瓶 收了少部份 都不敢再收 所以我們對於垃圾 其實我們現在 越來越多不同的工夫在這裡 例如回收、減費 例如膠袋要收費 幾年前膠袋要收費之後 其實成效都很顯著 就是在大超級市場那裡 膠袋的使用量 是少了九成 少了九成 其實是很厲害的 另外垃圾徵費 接下來 大家看看預備好了嗎 垃圾徵費 到時看看怎麼辦 很多人都說 很容易 你看看台灣垃圾徵費做得很好 分類得很好 大家要看真一點 其實不是台灣 而是台北 台北正在做垃圾徵費 台北的官員跟我們聊天 最初幾年做垃圾徵費 很慘的 被人罵到死 人們說要殺他們 所以香港的官員說 你們都要預備好 到時的反應會很激 現在大家都說好 到時真的做不知什麼情況 現在大家看到那些街上的垃圾桶 過了一夜 早上好像會生孩子 生了很多東西出來 將來會不會是這樣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香港的官員 現在新的秘書員都說 我們預了被人罵 那我就說可以了 那你預了就行了 所以垃圾徵費等等 都是香港需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一跳又跳到去 看完陸地 看海了 一幅相蒙了少許 不過大家依稀看到 這是山 這是有一次 我剛剛離開香港搭飛機 一上去 我一看我 哇 這是什麼 這是西貢的海 這些呢 很恐怖 全部都是紅潮 原來紅潮的面積 是可以去到這麼大 這個比較清楚 這個西貢那邊 這個紅潮原來整個海都是 一直隨著波浪來飄 那麼大片 但原來都是一些這麼細微的 海組組成的 這個比較近 我們在陸地看 這個比較紅 這個紅潮 因為不同的種類 我們這些污染 很多的污染 都令到香港 產生很多的紅潮 香港好了 以前吐露說一個世界紀錄 就是一年裏面有五十四次紅潮 但是不是一個好的世界紀錄 就是不是我們 駛單車的 拿世界紀錄那麼好 這些就是不好的世界紀錄 但是現在來說 我們都一直在渡海洋的污染 都在做很多功夫 例如這個是我們同事 在這個丁角那邊 馬士州地質公園 我們每個月都去清潔海灘 清來清去都清不完 每個月去清 但是都發覺是跟這個 垃圾戰爭裡面 他們一直都在贏 越來越多 所以時不時有別人一起清 就可以清多一點點 這些都是一些很多不同的垃圾 有些是香港製造的 有些是海水漂流過來的 這個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年打風 吹了些什麼下海 搞到周圍都是膠粒 記得嗎 一個貨櫃的膠粒吹了下海 那些膠粒去了哪裡呢 這個是長洲的海灘 當時我們還有個教育中心在這裡 教一些人怎樣分析這些膠粒出來 看到一些朋友仔在這裡蹲 如果我蹲在這裡蹲 蹲到沒有一點點 腰骨已經很痛了 大家都會 後來就想辦法怎麼做 教別人怎樣撲 就做一桶水 把沙蟹倒下去就可以了 原因是因為膠粒會浮 不用那麼辛苦 在表面撈膠粒出來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借很多桶給朋友去撲 當年很特別 我們真的去數 同時一個立方尺的沙裏面 有五千多粒膠粒 真的挺恐怖 清潔到今天 我想還有些少許膠粒在這裡 但已經清潔了很多 當年來講 就出了一個效應 到現在都持續了一個清潔海灘運動 到現在還一直有人去清潔海灘 政府也有些資助計劃給人去清潔沙灘 也有一個 當年問了些人最開心做些甚麼事 都想不到香港人說 最開心就是清潔海灘 都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一起去搞好我們的環境 所以這個做法 大家一起去做 就算真的靠政府去撿這些膠粒 都是撿不完的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 就是香港人會買連吉 大家可能在座都有買連吉 其實很少人特意外出門 去買一件東西回來 想著十四天或者二十天之後 過了一年我就把它丟掉了 沒有理由想 為何會有人去給錢買一些東西 二十天之後就把它丟掉 連吉就是其中一樣 一過一節就變成一個垃圾 這是生命來的 我們覺得很可惜 我們這樣丟掉了它 一來就是生命 二來剛才說堆田區都爆滿 你還把堆田區埋起來怎麼辦 我們就開始大約六七年前 就開始回收連吉 就種回到我們鳳園的地方 我還很記得早一段時間 回到鳳園 一回來就變成一個吉林 周圍都是吉 人們把吉都丟掉在這裡 整個外面停車的地方都是吉 我們後來就慢慢地做 這個其中一個 這是我們的中心 這裏全部都是吉樹 拿回來後其實也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要剪鐵線、脫盆 還要跟著種回它 要等一年等它的農藥過了 所以也有很多工夫要做 現在我們就做一個配對的工作了 令到很多不同的人都可以參與 那現在聚用一些 如果你可以繼續種回一坡連吉在家裡 一年後你可以有有機的吉 是不是 特別今年我們做一個 更加科學的研究 我們就拿了一些吉仔、吉樹的吉 拿去化炎 發覺的農藥、殘餘農藥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很多人過了年 摘了一些吉仔來要行金吉 這個是不適宜的 因為農藥會留在金吉上 因為你不要說這些不吃 因為這些年吉本身 就是界定為一些欣賞、觀賞性的植物 就不是要你食用的 所以它進口的時候 譬如內地會先噴一些殺蟲水 進來香港就會再噴一拳 因為很多商場的地方 你不想放一棵吉在那裡 又走幾隻蟲出來 又走幾隻蟲出來 它們就很害怕 所以就會噴一些殺蟲水 所以我們就叫別人留下它 不要丟掉它 種回過了一年之後 它就會重生 就會有些有機的金吉出來 可以很放心地噴一些鹹金吉 這個效應來說 我們開始之後 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們地方有限 沒有可能收到全香港的吉 我們說香港可能每一年 大約有四萬盆的吉仔 去丟掉它 我們收到那裡 我們只有地方有限 沒有可能種得到那麼多 發覺公共屋邨開始收了 大約三年前公共屋邨 它們收回連吉 即是住戶可以拿一盆連吉下去 它們就種回一些花園 那私人的屋苑也開始收了 很多機構跟我們合作 那些機構 譬如說有個商場 它說有三十盆連吉 想不要的了 我們就去問香港的農夫朋友 有些人就說 三十盆連吉我想要的 我想拿來做圍蘭 圍著我們的田來種 那你直接送給它 那就不用送來送去 大家不用在那裡運吉 把吉直接運給農友 所以這個做法 我們一直都在做 我覺得都挺成功的 所以當然要由源頭開始 最鼓勵的人都是自己繼續種 在你家裡 因為那些吉樹都是 蝴蝶會產卵的地方 分分鐘你家裡種那盆連吉 一邊種下去會有些蝴蝶 在那裡出生 變成一個蝴蝶的肉液身 這就是鳳園來說 做一個連吉的蝴蝶效應 大家一路一路去做 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我一直都沒有想到 那麼多人可以響應去做 說完這個 我跳到另外一個 特別的圖畫給大家看看 大家猜猜那些人在這裏做甚麼 怕不怕? 不怕嗎? 那些人在這裏做甚麼 你留意一下 這裡有人打煲胎的 這是海邊 今天是復活節 不是復活節 這裡是洗禮 其實是一間教會在這裏洗禮 那間教會在哪裏呢? 教會在這裏 他在海邊做一個洗禮的活動 給大家看一幅照片 不只是看洗禮 其實看甚麼呢? 當日這個地方是大埔 大埔這些樓在這裏 門口就是海邊 今天這個地方變成怎樣? 今天變成一個馬路 我走出海邊要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走得很遠 即是海田也很厲害 海田也有多厲害呢? 這個就是大埔 剛才的位置大約在這裏 已經填了 這裏是一個很大的紅樹林 今天我跟大埔的居民說 沒有人相信我 因為有紅樹林 好像米埔 沒有可能 要給我一張照片 看看才行 這個紅樹林 這裏就是大埔區 大埔中心在哪裏呢? 大埔中心就是這裏 填得是否厲害? 我們填得 整個海都沒有了 香港就是這樣造成的 香港就是用了很多填海 犧牲了很多不同的環境來造成 但你看看今天這些地方 又成為了很多人類的安樂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環保 都會想很多的反思 人類都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佔用的空間 地球是這麼大的 我們和其他的環境和生物 如何來共用呢? 這裏就是整個內海 都變成一個填海區 這裏就是大埔中心 這裏就是大埔工業村 這裏就是港福村 這裏都是港福村 和一部份大埔的海濱公園 都是填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 對於整個環境的改變有多大 香港以往都是很靠填海去造地的 因為人口一直增加 你住在哪裏呢? 所以我們對土地怎樣看法呢? 其實這麼多年有改變的 在這個年代來講 1960年代 填海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 政府是不斷地填海 那些人不斷地搬去住 完全沒有人有意見的 可以做一個比較 本來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有很多紅樹林 後來就變成很多人住的地方 這裏就是堆填區 大家看過了 例如這裏 中文大學 望出去 在填這個科學園 現在已經建了樓了 科學園 這裏有個甚麼呢? 為何這裏有個這麼長的路呢? 馬鞍山在這裏 這裏是船灣探水湖 當年這裏整個海 就被一條坝畫開了 將裏面的海水泵了出來 就變成裝了探水 不然我們當年四天供水 可能變成八天供水都搞不定 就是這樣來的 當時裏面有幾條村居住的人 全部都搬走 他們搬走那一天 剷泥車便到了 當時的政府很快做事 馬上剷掉所有東西 讓他們不能回頭 所以他們都是連根拔起 都是為了香港人的復活 當時很多不同的犧牲都在這裏 這裏都是套路港的內海 今天大家都很珍惜這個套路港 因為這裏是香港差不多唯一的 單車徑和行人路 是圍繞整個海邊 大家可以享受得到的 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的地方 亦都是很多人 無論是踩單車、行車 或者是欣賞大自然 休憩的地方 這幅近一點點 後面就是這個 那邊八仙嶺 這就是馬史洲的地質公園 好了 說到土地 其實我們對土地的想法 其實都有很多的改變 這麽多年 是吧 我想也想告訴大家 就是一個overview 就是在一個大位看一看 我跟你們的教育都差不多 很多時候聽到地小人多 香港地小人多 所以大家住得這麽擠 有一次我們都跟學生聊天 問你猜想香港人居住在香港 有多少百分之一的地方 很多人都說 起碼四成、五成 其實不是的 大家可以看看 原來我們居住在香港 是七百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為什麽這麽擠 正常都是擠 這麽大地方你住了這麽少 堆住一堆來住 25%是用了的 例如機場、鐵路、水塘 一些發電廠等等 那些移動了 貨櫃、碼頭等等 但我們原來居住在7%的香港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做什麽呢 有40%左右是郊野公園 這是我們香港的廢堡 很多人叫做 那當然我們盡量不要去移動這個地方 郊野公園是大家很開心的地方 另外還有35% 這個地方叫做Green Belt 綠化地方 那什麽是綠化地方 那為什麽又不是放在郊野公園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想 那綠化地方 其實如果大家看回香港一路的發展 其實綠化地方 基本上是政府的土地儲備 當他有需要的時候 他就拿些來使用 不過今天看法又不同了 我們很多時 市民對於土地的看法 其實都在變成 現在來說 郊野公園 大家都很不想移動 因為我們很開心去玩的地方 但綠化地方 現在很多人的看法都不能碰到 那怎麽算呢 那人口一直多 那住在哪裏呢 這個要大家考慮 這是一個更大的話題 今天就不深入討論了 那香港人住其實都不錯 為什麽呢 為什麽這樣說呢 那我們原來在集體運輸是很成功 在世界上真是數一數二 有成功的地方 我們在地鐵500米範圍裏面 原來40%的住宅 都是在地鐵500米範圍內的 很容易可以搭到車 商業區呢 還有75% 那這是香港都值得驕傲的地方 香港在外國真的很多地方都做不到 那另外房屋的需要 剛才說到住哪裏呢 那原來現在來說 這個數字不是最新的 但都是差不多22萬個單位需要 那啟德發展 本來就說可以住到32萬人 那後來很多的聲音 很多不同的意見 現在最後拍板就住9萬人 那就是說很多單位 本來想放在啟德 現在都放不到 那就要再找地方 那而東北發展呢 現在來說就是希望放在15萬人 那這個是一些很現實的數字 沒有什麼爭鴉 這些數字來的 那究竟我們那些人口想住在哪裡呢 那很多年輕人說 我們成家立室大過想找地方住 那又怎麼辦呢 那當然我們都會想到市區重戰 可以不可以 或者填海 那但是又未必喜歡 譬如我們自己剛才說到 吐露港這麼漂亮 這麼一流的 那我們又很珍惜 那當年政府推了一個計劃 說填套路港 剛才那張照片 填出來建樓 那當然我們沒有人喜歡 那我們都發動一些工作 那也可以說回 當年我們也跟林鄭月娥當發展局局長 那一篇是她負責的 那其實那時候就列了六七個地點出來 是填海 他們想填海來發展 那我們真的動之意情跟林局長當年 說我們很珍惜的地方 你最好不要搞吐露港 其他地方再去思考 那我們也很開心 那在第二期的諮詢裏面 大埔的吐露港 真的在那個名單裏面剔除了 那其實大家的溝通交流都有 但是好了 其他地方放在哪裏呢 那真的又是要考慮 那土地 這個說人們在土地上丟垃圾 不乖 將一些非法傾倒 其實這就不是一件新鮮事 而這個就在大約二零… 我看不到…七九…八九… 九幾年…九九年…九三… 整個海灘都是綠色的 電路板就這樣傾倒在這裏 我們去到發現的時候 嘩… 都這麼離譜 還有很多人在那裏挖蜆 即是奇景 他挖蜆出來 我去問他挖蜆出來 那些蜆是否能吃的 有沒有顏色的 然後叫一隻給你看看 然後叫出來 那裏挖蜆在裏面 他說可以吃的 我說你千萬不要吃 然後我們跟進就找到環保署 真的抓到知道是誰扔的 就要它全部清掉出來 垃圾談到 一向有很多不乖的人 不聽話 垃圾山 這個垃圾山 都在大埔丁國 這也是頗為出名的一件事 很多報章都跟著它報道了 這位婆婆 發現有人無端端在那裏 聊垃圾 倒在田裡 她就擋住泥頭車 你不要在田裡 那位婆婆你走開 我請你喝汽水 然後報警 搞了七天 每一天警察不同的部門 看著它繼續倒 倒了七天 倒了差不多十多呎的垃圾 最後這件事 其實我和很多朋友都跟進 發現原來談到這些垃圾 在私人土地上 沒有特別哪個部門去管 結果大家理推外揚 所以搞到一個星期 才能停止垃圾 你將它抓到了 拿去法官 法官就很可憐這些人 那次罰款不僅罰了幾千元 但他把垃圾倒掉 而不拿去堆田區 他省了幾十萬 所以他實在做 這些非法的人實在做 這件事之後 我們和政府很多部門談 最後也好 環保局最後拍板 他們將來會將來有這些非法傾倒 他扶起責任來統籌處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事 因為以前真的不知道誰負責 最後邱騰華、黃善儀他們的環保署 就說以後他們負責 所以這也是做了一件 希望能夠解決這麽多的事 當然時不時還有些頑皮的人會做一些違法的事 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建成這樣的樓 我在成規會的時候收到一個申請 我也會被嚇一跳 你搞發射火箭飛彈就比較像 完全不像給人住的地方 如果你住在他旁邊更慘 肯定不見天日 當然這些是不獲批准的 立即會彈出去了 香港剛才說到土地 地質也是我們所注重的地方 這是很漂亮的香港地質公園 希望大家上來看見多一些資訊 接下來一個新的胡叼下 看看會否成形 就是講農業的甲身 香港的農業雖然很多人覺得已經沒甚麼了 但是現在很多人喜歡這些叫永續農業 或者看了這本書叫半農半X 很多年青人喜歡 我平時會做會計 我下班或者假日會做農夫 半農半X 就是X可以做甚麼 你做甚麼都可以 這個其實多了很多青年人 或者家庭喜歡種的東西 我們當年就跟特首建議 兩年前就說 可不可以將新的農業政策 變成他施政報告之一 亦都想不到 當我們上去見特首談的時候 他就將當年我們一本書仔 很多東西 他就揭露這一頁就說 新農業政策 他說好東西 下個星期你們就要跟中央政策局開會 談這件事 真的很快兩年前就出了新農業政策 入了施政報告 結果兩年後就出了一個叫種子基金 促進農業生產 如果你們有甚麼好想 或者想做一些農業 可以看看這個基金 看看是否適合你 他會有些資助令你去做一些農業 無論是傳統的農業 或者是一些新科技的農業都可以 這個農業就完全不是甚麼新的 這幅的壁畫 就是在五代十國的時候已經滑落 就是在敦煌壁畫 我剛才看到就拍了下來 農業就一直都是中國的傳統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意見 但是我們看看怎樣能夠一起去做 如果蝴蝶客認為我們要做環保 如果大家像他們一樣一起舉手 我便會開心 在宗教其實我們有做事 我很快就說了 譬如基督教比較熟悉 其實裏面也有很多教義是關於環保的 我們能否在不同的宗教 都能夠發動環保的工作 互吊效應 有一點點成功 譬如剛才的基督少年軍 都有做一些環保工作 最後說了 環保工作好像很大 有很多很沉重 不知如何去做 不知如何去做 不知能夠推動 這是我們清潔碳門的沙灘 如果你一個人去清 清一個禮拜就無法清 我們幾百人一起去清 幾個小時就可以清得到 環保就是這一回事 就是大家一起去做 就像最初的蝴蝶效應 一個人去做 然後大家一起去做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好了 好 好 片段 4 4 3 4 9